郭老師今天要給我們帶來的題目是 扎根參與創新 邁向與去的生態系 他其實想從更多的傳官學 講一個合作的 然後我們怎麼樣創立的生態系 郭老師可能也跟新政府有一些 比較多一點的了解 所以他其實也可能可以幫助 有新政府在開演這件事情上的mindset 然後我們可能要從最醜惡的政府往上來作出 好 歡迎郭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今天我自己人講做一件事 因為Line Talk不三分 可是剛剛說過Line Talk也直接遇到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很快的 閃過去 閃過去 一定要哪邊 因為有太多事情 不管經濟方面 不管是現在整個經濟的變化 或者是整個變化 所以我們也要變成聰明 我們現在在過的每一個職財 都是智慧服務 所以政府也一定要再聰明 一定要做智慧服務 那我們也知道這種的智慧服務 其實才能講 但是我想今天這兩件事 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做智慧 要讓政府的智慧 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政府本身 它有它的限制 政府的觀念 它也不見得懂得什麼叫做智慧服務 更不懂得什麼叫做智慧服務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很多 我們需要很多政府的錢來幫忙 那可是我們第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去理解 整個為什麼智慧服務 它的想法是這樣想的 我想公英九的 Tom 他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跟大家講了 他怎麼樣去賣給你 那我講這件事情 你們給我清楚 所以沒有講 那這個 特別沒有 他特別沒有 因為是會 說這個 這個是一個笨的計劃 這個計劃 中央把錢丟進去之後 大人已經砸到37 沒有這個冷水破出來 所以 沒有全部在抱怨說 根本沒有到 我們一開始 沒有辦法放到裡面去 然後 你們所有教廠商做東西 我都不要 怎麼可能叫我戶業 要繼續維運掉我之前 這個是一個 我們做到這裡 已經幹掉的事情 那 Anyway 這個智慧 我們也看到 我們自己的這個城市 智慧 我們的城市 全部都是說 我的 我的所有委員長的部分 他的業務是什麼 我就直接趕上去 不信你們自己進去看 全都是各樣的 台中 台北 一樣 可是我們如果去看Carlo 我們去看倫敦 正義 我們去看UK 我們這樣看不一樣 這個 我聽到 我聽高家瑩都講 這個網站 奇怪 或什麼這個樣子 他們得到勝利大獎 為什麼他們得勝利大獎 因為剛剛 比方說 高家瑩前陣的才生小孩 現在被小孩 連這個網站都掛掉了 對不對 你們知道 你生小孩 有時候 你如果到台北市這個網站的話 你知道 你要直接去 聲報說 我生了一個小孩 你知道生小孩是要報我 我要給這個你知道 你知道 可是在這邊 它很清楚裡面有一個標語 就是當你有小孩 心聲 沒有人死掉 你知道嗎 從這裡進來 所以我想很多知名 我們最好在地上有智慧 所以每一個人 我都只要去世界 我就可以進來 然後 我們的體驗就說 對嘛 網站就應該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可是我知道 他今天故事 那我想這個是高家瑩的交往 他告訴我說 其實在英國 他們要做到這個網站的話 他有 OpenNASER 你選 他也有這個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等等 正在公平 然後 真的 我想 有這些東西 其實也不見得夠 因為我想 更重要的 其實最重要的 我的作標語 也看你 你媽媽 那個是高家瑩的投文片 這個 我的處理 我做這個投文片 跟我的學生做這個投文片 我早就這樣拿回去 去看 所以我這樣 剛剛一定踩對 OK 所以我看得到 其實一個組織的一個智慧服務平臺 有一個多種的一句話 你知道那個 歐洲的那個1999的客戶熱線 他們大概 一個月來處理多少的扣錢 你知道嗎 大概七八個的扣錢 所以這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多代表 網站可以做好嗎 網站可以做好 當然 你一段時間就多 如果你網站做好 你一定知道網站 他一看你是這 他該做什麼 哪需要的客戶電話 所以現在 很多的市政府的 他的客戶的 整個的那個熱線接的 那個電話數 是拿來去當這個指標 來看政府的那個 整個平坦智慧的共同 我想這也是我們需要 繼續努力的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已經做這麼多了 除了我們繼續監督政府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有很多問題 需要解決 那這些問題 全部都需要政府 新規化的地方 也需要攝取 我們一起到 去分隊的問題 其實分隊的問題 是一件 非常特別的事情 這些都是問題 反正的你自己 反正這些東西 都已經有在網站上面 都看得到 這東西已經做了 我真的覺得 他們已經講得很好 因為我之前有進過政府 我進到政府裡面 我也是跟這些公務人員 這些人無關 與其事無關 我們跟他們一起做 我們去警察 我們跟他們一起解決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 政府、社群、大學、產業 我們大家必須要有自己的做 這是一個重點 OK 所以政府的決策 跟行政的透明化 沒有錯 這是我們整個在 基地理理裡面 我們追求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想 我們一直在推的是 開放政府、開放資料 都提供的關係 然後 我們民進政府的部門 部門是要先推出 開放資料 這是可以上班,部門的做吧 對 下班部門 其實我們希望 新政府不要繼續 新政府他必須要去 能夠做到 把過去的好的事情 必須要劫是下來 而且 אנhe 他們亦都不敢出來 可以看到 場面怎麼打 只有像我打這個刀才剛才 這不關鍵 大家也會講到這個講話 其實它是有兩個學校 因為他如果講的話必須要賺數 我講的話不用賺數 政治關鍵的講的時候 他做到 你們一定幫他 因為我是學者啊 對不對 我講的時候做不到 他的做到的話 我只能跟美琪媽媽 我還會做出來的 OK 但是我必須要跟你們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訓練開始 我們當時 我們跟幾個朋友開始在 進到制度裡面去 就是想因為他們的戰鬥從去 才大概的一次就開始成立制度 所以我們進去的理由 是因為我們很不爽 我們很怕說 到時候又是對方發好事情有發生 所以我們很高興就是說 當初的幾個朋友 抱著這樣進去的 其實他們也在革命 他們說今天 其實當後有政委 當後有殖民的人 我想他們會繼續 不斷的跟大家一起合作 跟政治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共有希望的都是 我們必須要幫年輕人做事情 而且我們要希望更有機會 跟年輕人一起做事 我想這次已經開始 接政府的一些觀念 他們說給大家一些革命 但我亂講 我不負責任 但是我會跟人一起去接觸他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王菁委員 各位 我都很想請教 現在你跟政府都好好採用 早一點 有什麼壓力 其實你現在開始可以講 好的請問 昨天這個張曼正 現在我們的 民間特地長 第一個就是 到新政府的副機長 第二個 當曼正 院長說 科技長的角色 在新政府裡面 好像跟過去副院長的個局 這個position 然後有了兩個位置的落差 你怎麼看 你說副院長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機會 所以當時我一日到副院長 到院長 我說這是為了解法 我家裡的科技界 是不是能夠接到副院長 這個會有的觀望 但是我想就是說 如果說政府的科技長 一個是科技部部長 然後接著下來 是科技證明 那過去的話 我們可能都會想到 經濟部的部長 但是經濟部的部長 其實也是 應該是 過去大家認得 最應該見科技部部長的 所以其實科技部 現在應該說 科技的人 現在在新政府裡面 他最少是三個人 而且這三個人 過去他們都有 非常好的合作經驗 所以我相信他們 未來他會繼續再好好做 好 有沒有人有想要提問 有沒有容許一個提問 好 OK 那邊 好 您好 再請問一下 因為剛剛有時候 其實很想要達成後 在做更智慧 感到消息 可是 只要請問 具體的人 可以說 比如網上做 但如果你們 在這個螢幕裡面 所以 一來有人 就做好 然後去請教他們用 二來有人 就是要 考慮特別的情況 再幫忙 現在我們聽不懂 你那個有點Echo 可以再講慢一點嗎 欸 Echo有點大聲 就是 如果我只要幫政府 我們再做得更好 那我主任 你直接做好 知道事情 政府還要急 或者說 就是直接立卡公園 加公園的體系 之外 還有其他 現在就能 做到的方法 其實 可以直接從這個客人 OK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的回答其實有兩個方面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在對談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帶到 小英她的面前去報告過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有的政府 基本上所有的政府網站 其實都不及格 那其實政府本來 就有一些經濟的預算 欸 資訊的預算 那這些預算的話 很可能會再增加 而這增加 的同時 我會要求說 其實網站不能改成這樣 那第二個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 G051是專門在做 我們叫做 Gardenman Zero 對不對 其實我們換一個角度講的話 這個叫做 三代政府 那既然是三代政府的話 為什麼 我們不做一個給他們看的 那當然 這邊也有可能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 我講一段做的 其實就是要讓政府 你必須要把Data釋出 你要把API釋出 如果政府 如果沒有把握 可以把他的整個網站做到好的話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來 也是另外一條更新的路 那老師如果 這個就是你們 那個時候的題目嘛 對不對 老師專門出題目的 老師可能要把您 就是把這個 我們現場的意見帶回去 因為我們希望說 就是未來的新政府 不只是在拚經濟 在拚經濟的同時 也要拚很多的正義和資源開放 因為像昨天教育部就說 他只開放 國中、國小、高中的地域 這件事也讓我們覺得很故意喔 那所以 對不起 對你期待有點大喔 好 那要開放什麼東西 嗯 電話 我們 我們 時間到了 那我們是不是先謝謝 河老師 謝謝 謝謝